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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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心里就会知道它应该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 一开始就有这个打算 也是等于说在写作的同时 就是因为总是觉得一个三部曲 就更能够也许表现自己写作者的一个企图 那然而就是越来越难 就当写完两部之后 那么第三部在哪里 真的是越来越难 因为其实这三部曲 它都是独立的故事 就是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故事 然而它都有埋藏一个隐形的连线 就是它其实那隐隐然相连 而隐隐然的那条 应该说丝线或是出一点绳索 怎么样把这三本书系在一起 而读者如果有幸 就是我自己有幸 如果有读者愿意读这三本书的时候 他会看到那个中间的 那个最有趣的联系在哪里 就是那个是一个 就是等于是作者埋藏的某一种的 就是跟读者心相应的密码 就因为我自己把这个标准 也定得很高也很难 所以其实这本第三部写得最久 就是从起心动念到中间 有增山 甚至也想过要放弃 因为觉得太难了 所以真正写出来已经是距离另外两本 就是超过十年的时间 真的耶 我有注意到 你前两本不过相隔一年 最后一本相隔了十年 但是因为我一开始拿到就是三本一起都是木马出版社出版的嘛 那我本来就很想说我应该从东方之洞开始读起 但是后来就还是先从梦魂之地就读起 其实这三本书呢 虽然是说三部曲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最好要从第一本开始读起 不会就是看读者喜欢怎么读就从哪一本书读起都是一样的 就我自己写小说最重要的一个自我要求就是它要好看 因为我自己作为读者我只喜欢就是如果拿起来那本书会念住我手指就会一直翻下去的 这样的小说就是我是这样小说的读者 所以将心比心我也希望就是无论拿的是哪一本 无论先拿的是哪一本 当然新书是梦魂之地 所以更可能是梦魂之地 就是如果拿起来 如果有一点时间 就希望它粘住你的手指就是放不下来 那非常好看 那也希望就是如果无论从哪一本书入手 如果是梦魂之地的话 也许有兴趣的话就回头来看 回头来找东方之东或婆娑之导来看都好 我赞成啊 因为我一看就是看梦魂之地嘛 那梦魂之地写的 你在台湾三部曲 其实每一本里头都包含了一段台湾的很重要的历史 以及真实的历史人物 我们等一下再请你 可能前两本也稍微介绍一下 但第三本呢就很有意思 讲的是通灵少女 她不是少女是阿桑了 女主角 然后书里面有包含了蒋经国先生 有这个郑成功父子 然后 还有三太子 当然三太子 那就像你说的书要好看 这个你绝对没有问题 你写故事不管散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历史小说 总之都是让人家爱不释手 我从那个行道天涯到现在就一直是这样 我会觉得就是小说就他做只有小说能够做到的事 就是他把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因素 最精彩的一些部分 就是他可以串联在一起 那譬如梦魂之地 他有一个通灵的女子讲起 其实通灵的意思也是 就是他可以把不同的时空召唤在一起 而拼凑出最有趣味跟意义的部分 就对我来讲这是小说能够做到的 而仿佛是其他的艺术作品 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么既丰富又细致的 所以我自己是小说的粉丝 小说的信徒 那么小说的伟大的作者 真的是自己带给我太多乐趣 作为读者 那东方之东就是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 他写的是就他有两条线 就多半我喜欢用两条不同的线写一个 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 那东方之东写的是台商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心情跟他的妻子之间的 就中间有婚姻 有爱情 有理解跟不理解 另外一条线是讲的是顺治皇帝 就清朝的顺治跟郑之龙之间的那种的就是其实是一种牵引 就是当顺治皇帝是一个清朝入官而对海洋完全没有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君主 那郑之龙是一个看过真是五湖四海亦商亦官亦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有同小多种的语言 所以他就是他统治他的命运是很可能因为顺治那时候想要收复这些沿海的盗贼 包括郑宗的儿子郑成功 所以其实郑之龙有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年轻的君王因为想往外面更大的世界 所以可能放过了他所以其实一直是有一个互相牵引互相吸引 可是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另外那一半就是台商他也碰到诱惑 然后我们的女主人公是在台湾要去寻找失踪的丈夫 然后他也碰到了他跟就是他跟另外男子之间互相的吸引或牵引 所以后来也包括到了澳门的种种 就是他是一个就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从外面就是岛鱼跟大陆块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角度去写台湾的历史 就是东方之东 哎呀这个真的是你看好几条线非常的丰富 而且就勾勒出或者是历史上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因为还有郑成功我们这边当然台湾非常崇拜他 他的爸爸跟顺治皇帝清朝皇帝之间的关系 那加上那时候十多年前嘛 就是台商刚好大大的在大陆发展的时机 那我们都常常听到小三啊什么的这些故事很多 然后你这个等于把丈夫失踪了 要去哪里找人 就跟大陆当时的公安单位啊等等都有一些的 都有一些重新角度去看这中间的关系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我希望他好看 他虽然是讲的是一个复杂的会互相有纠结的历史 可是他要就是故事本身要好看 你光听到郑之龙就已经觉得非常想要去探索他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郑之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特别的 对不对 一个海盗 一个枭雄 一个养出正成功一个这么伟大的儿子 是 然后娶了个日本女人 非常有权虚 你一听就哎呀对他很有兴趣 那加上你讲到他跟顺治皇帝之间的这个牵连 对 这个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写过 是是是 那你有没有写真妃啊 通常人家一起讲顺治皇帝就讲真妃嘛 那时候大概顺治跟郑之龙确实有过 就是这个是历史中间的一个间隙 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一面窗子 就是他们有过彼此 就是真的是面对面的机会 所以就是对小说来讲 就是那是一个缝隙 你可以看到曾经有的各种的机会或可能性 第二部是《菩萨之导》 《菩萨之导》写的 《菩萨之导》 对 《菩萨之导》写的是 它的那两条线是两个外国人 而且外国男人男人的官吏 他是两个为台湾而下狱的男人 就是一个写的是葵毅 就是我们平常讲和治时代的末代总督 在台湾的总督 对他是因为在热兰哲败仗 然后又被陷害 他就后来必须要被东印度公司 就是放在油放在岛上 那后来又当然回到荷兰一段时间 他写过 用化名写过被遗物的台湾 这是《菩萨之导》的故事 那在《菩萨之导》之中 一条线是 菩萨到底在岛上发生了什么 包括爱情 包括它跟我们 我们这个大圆岛 当时叫大圆岛的关系 这是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是 台湾当年也没有那么久之前 十几年前很有名的一个 就是一个间谍案 当时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为了就是跟台湾一位女的安全人员之间的关系 在华盛顿就入狱 就是他是进了美国监狱 因为他是国务院南高级的官员 就到底这两个男性 就是他跟台湾的关系 他对感情的态度 以及他心里 就是他心里所保爱的那个部分 是台湾岛也就是他们是真真实实 为了跟台湾的就是某种的感情 而入狱的爱国男性 所以就是从他们就是这两条线的 这种曲折的关系 而且当然有缠绵的情愫 去写到底我们的岛屿有哪些可爱的地方 就是而且为什么在历史的夹缝里 常常用奎一写的那本书的话讲 常常被人遗误 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今天吧 我们处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中间 还是要遇到很多的折难 很多的考验 那我们在婆娑之阳中的这个小岛 承受的是怎么样的命运 就是婆娑之道 简单给我们讲一下 《梦魂之地》的内容 人物 然后为什么你认为他是最终篇 我们都还想看下去 应该是连续曲 台湾三部曲就是 这是第三部 确实这个系列算是写完了 而且也回复 就是我自己心里对于写小说的看法 就是小说 某个意义是最好的连结 就是那《梦魂之地》里面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通灵的 就是她是个机身 但是就像所有通灵的人一样 有时候通有时候不通 有时候遇到阻隔 有时候希望有更强的灵力来连结 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小说的那一条线 那当然就是小说这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文字的这样的志业也是一样 就她把很多就是原先你以为你不愿意了解 不可能了解或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事情 她可能在一瞬间让你有了了然有了明白 那所以《梦魂之地》当然对我来讲也是台湾的历史 有曾成功 有四百年 有大航海时代 那也有更久远的就是为什么譬如三太子会到台湾来 以及其他的神明包括选天上帝等等 就他们为什么会到会到台湾来 为什么会被信仰 所谓信仰就是英文叫religion religion 其实也是就是连结 是吗 然后religion就是再连结 对 其实所有的神明无论各位的信仰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连结是很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平常讲我们对历史或者我们对其他人很有compassion 我们很有同理性 那个com也是一样就是 你能够接通到那个共同的部分 所以《梦魂之地》就是我自己的企图心 当然自己看自己是很大 那非常希望做到 那做到没有要请读者判断 然而那个企图心我自己想就是他如果能够去看到 我们所就是就是原先觉得那是跟我不同的一群人 或者那个是已经就是就是已经是我的父辈不愿意谈或者是愿意谈的就是那样的历史人物 如果能够回来能够借由小说的力量或者某个意义上 那种借由仿佛是像通灵一样的力量 让大家都心有所爱 让大家在那一瞬间有了比任何方式能够做得更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这部书《梦魂之地》其实可能就是以三太子 以太子为一个主轴嘛 那这其中郑成功也可以说是郑之龙的太子 海上霸王的太子 那蒋经国呢当然就是蒋中正的太子 那我们台湾人最信奉的三太子其实是挪扎的化身 那他当然是太子这个很明显 而且叫做三太子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带着我们台湾的金剧团 就是去新加坡演出东方神奇美猴王 那我们呢一去就先去美猴王的庙去拜拜 然后在新加坡呢 孙悟空是一个非常可能是最受崇拜的 一个神明 所以他的庙是最多最盛 而且每年还要举办那个美猴王生日的大游行 大庆典 那我们就被带去了 就说你们要来演出美猴王 最好先来拜个地头神 所以呢我们去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孙悟空的基身 他每次很年轻 然后很有学识也很会说话的一个男子 那他就问我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呢 大家最信奉的 如果生病了或者遇到困难了 我们求的都是孙悟空 因为他是最会改变 他是最有power的 对不对 他是最有法力的 他是长生不死的 他是最强的 所以求他就对了 我们很多人都把小孩送给孙悟空当义子 保他一生平安 那你们台湾人为什么拜三太子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然后我想到的三太子 马上是他身上的创伤 心理的创伤 他不是屁股 宛肉还给他爸爸 他跟他爸爸 是礼敬之间的那种父子纠结的感情 然后他是永远长不大的 然后他后来被太乙真君 太乙真人 受为图变成了荷花生 莲花生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那时候我答不出来 我说不知道我们台湾人 就是很喜欢小孩子 你说为什么台湾人特别崇拜三太子 每个人身上一定都有三太子的部分 就是某个意义上 我们都是可以说都是孤臣 也都是孽子 就是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都有那个背叛的原理 那可是我们又都在很多的比较中间伦理的一些道德中间成长 所以其实三太子某个意义上 它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化身 那刚刚杰妮讲到孙悟空 你说的每个人是台湾人 每个台湾人 尤其是台湾人 尤其是台湾人 渡海过来的台湾人 我们被叫做亚细亚的孤儿 是是 那其实好有趣 刚刚听杰妮讲到孙悟空 孙悟空的意义也是一样 就他们都很叛逆 孙悟空是要多么难被收复在掌心里的 然后同时他们又能够闯荡出别人做不到的那些事情 他们可以跨越各种的规范 那对我来讲 其实台湾的精神里面也有那个部分 所以其实新加坡对不对 某个意义上一定也有 他可以脱离了原乡 对 他到了另外一个文化里 然后在另外一个文化里 他可以活出崭新的生命 那那种的那个超越性 同时超越性的后面 就像刚刚杰妮讲的一定有他的创伤 就是一定有他 那偏偏又是因为有那个创伤 才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连结在一起 就是人跟人之间 其实当你把心弹开的时候 就是我们从童年起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 我们都是那个受伤的孩子 我们都即使不是 就是即使自己的父亲多么慈爱 但是整个我们是活在那个一个高压的社会里 我们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心里某个意义上都在堂写 就都有过疤痕 就我觉得那个伤痕的部分 反而让 就不管是三太子的信仰 或者是对孙悟空的 某种我们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某种的联系 那个联系是 每个人的生命故事 那在这个梦魂之地里头呢 其实你用三太子来暗喻蒋经国的身世 其实更复杂 更让人揪心 因为他其实没有叛逆过 是不是 没有真正表现出来过 他有想过吧 就是他从他在 他在就是在俄国俄罗斯的时候 对 对他跟他父亲确实也割跑断义 对 也就写过最决绝的信 对 然而当然那个叛逆并不完整 而且到后来就是 就是他也看到 他也感觉到 就是包括他父亲手上确实有血 就是确实也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 然后他到底他要怎么抉择 就是要维护父亲呢 还是他做不到 真正的就是跟父亲的完全的割舍 做不到 那同时更何况 他还必须要继续 父亲的一个很大的 应该说是就对 对台湾来讲 就是那是创伤 同时也是谎言 就是他觉得在他父亲生前 一直觉得反攻是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那个谎言可能多多少少 在台湾每个人身上 无论你的原生家庭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是所谓的本省家庭 外省家庭 但我们都在那个谎言 就是包括后来的白色恐怖里 就是我们多少我们的成长经验 一定也有那部分的创伤 就因为是一个集体的记忆 而后来如果都没有人说 或者是反而让那个创伤变成隔绝 一部分人跟另外一部分人的 这堵墙就真的变成阻隔 其实还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也很精彩 一个就是那个通灵阿桑 那他是什么大臣难民来到台湾 那另外一个叫做燕青的男孩子 是教英文的 跟他跟这个通灵阿桑之间的一段感情 一段很特别的两个人都是有通灵体质的这种相遇 那这好像是你的两条线一条都是过去 就蒋经过统治下的台湾 然后延续下来就是这些 跟着他来到台湾 然后跟着蒋氏父子 然后留在台湾 或者在台湾很本地的一些人的关系 会不会跟我们讲一下这条现代的线 你想表现的是什么 对就像杰妮讲的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之一 他有大臣的身世 就是大臣岛是撤所谓撤退是在1949之后 才是整个岛的人们就撤回台湾 然后分在好多个不同的大臣新村里 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大臣的背景 或任何的大臣的甚至朋友也没有 那为什么会选择大臣 因为大臣跟 就是跟后来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我们都活在一个很大的 也许是谎言 也许是骗局 但是并不是一定是有心为恶的谎言 只是也是很多时势所趋 就那个谎言 如果有一道分水岭的话 就是那是在大臣 就是当所谓当当时也是美国的地区舰队在台海之间巡逸 因为寒战过后 当美方决定放弃大臣 然后撤回当时有一个叫西方公司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表示蒋介石一直想做的 就他一直非常希望借由大臣跳岛作战 然后有一丝希望 也许可以就是谎言不再是谎言 也许可能对他来讲是反攻大陆 然而大臣保卫战之后 当时其实不是叫做保卫战 就是当决定这个保卫是不可能的 跳岛也是不可能的 然后美方也不支持 因为美方当时已经决定从亚洲这一片去撤手 所以那个分水岭之后 谎言就真正就是谎言 而蒋经国不能说 他是负责整个大臣岛撤退的那个人 而且他也负责当时跟美方做接触 然后这个谎言对他父亲太重要了 所谓的法统也由此而来 就是你必须要因为反攻 所以当时才有这么多的就是各省的国大代表等等 因为你还是保持一个这个秋海棠的地图的模样 一旦这个谎言如果失效的话 他父亲的统治基础就变得可疑或可笑了 所以他必须要就是一方面 就是要面对 就是他其实心里并不见得那么想要欺骗的这些人民 当时还有比如说 也许有些人会记得 比如说战事受田证 就是给老兵一些田地 一些田地 在大陆 在某一省有一块很大的田地 那样的战事受田证骗了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都以为在台湾不用制惨 那所以确实是谎言叠上谎言 那对蒋经国来讲 对他心里其实是很大的负担 然而他怎么说呢 那是他的父亲 就他的叛逆要到哪里为止呢 其实集体 如果用集体记忆来讲 这也是跟我们每个人相关的部分 就是我们都在那个巨大的集体记忆里面 那那个记忆有些部分从一开始 他就是假的 这段大陈的历史我倒是不是很清楚 原来他是一个截然的划分点 所以在《孟魂之地》里头 用一个大陈难民的后代来写 那就是又接上了那段历史 我觉得真的难怪你这个孟魂之地 要花十年的功夫才能够写得出来 因为太多的历史 你必须去研究去求证 然后再想说用一个什么样的 不惹人厌烦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 不是太悲情的 我希望他还是最重要的是好看 真的好看 而且你用这个通灵这件事情来串联所有的故事 所以感谢你写了这个台湾三部曲 真的很棒 那我希望有更多机会呢 读者可以多了解这三部曲 然后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 赶快去买这三部曲回来看 我觉得一定让你爱不释手跟我一样 谢谢 谢谢评录 谢谢大家 一文方轻松 我是陈一珍 今天访问我的好朋友评录 我真的很喜欢评录 但是我很久没有看他的长篇小说了 那最近呢拿到这三本啊 台湾三部曲 那我从第三部曲开始看起梦魂之地 我真的看了很感动 那他用两条线 一条是现代台湾人的一对男女 一条线呢就是蒋经国 蒋中正父子经历的时代 跟他们父子之间的那种心结 那种像挪扎 剃骨 挽肉 还腹 的那种 父子情结 总之我觉得他把这三条线都交织得非常好 然后呢就从这当中 我们看出了一个台湾的历史 从三太子被迎到台湾 从郑成功 然后再加上蒋中正 蒋经国父子一直到我们这一代 这样的一条历史的长河 在他的书写当中 用非常活泼生动 有趣的通灵的方法呢 把它串联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希望你也有机会 好好读一读我们自己 台湾的历史 看一看评录的台湾三部曲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